白飯鋪上滿滿火雞肉 再加醬汁配上酸菜 整碗火雞肉飯看起來油亮油亮的 讓人口水直流 嘉義火雞肉飯是許多遊客 來到嘉義的必吃美食 但現在卻傳出火雞肉缺貨了 店家告示牌寫著 美國小火雞進口出現問題 發生缺貨近期將會限量供應 一天都兩隻到三隻 現在就業者就是給我們一個禮拜七隻 我們自己要去調配 原來火雞肉多遊國外進口 但近期美國爆發禽流感 導致火雞蛋和幼肌不足 進口貨源短缺了 店家說會開始限量供應 如果還是撐不起 才會考慮調漲價格 家義美食火雞肉飯 遇上國外禽流感 影響進口貨源 頭一遭遇上缺貨問題 不僅店家頭很大 老饕也很擔心吃不到 記者侯國文 陳山山嘉義采訪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好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寶貝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